现在生存的新加坡磨刀的师傅 不管是男的女的 不到十个人 我就是其中一个 我是李肇明 我开始这个营业磨刀 卖刀 卖刀服务 我从这行业也蛮久了 大概是19年了 大概是七八年前 我才开始 基本上我对电脑是一窍不通 可是因为常常看到其他同行 还是知道其他的卖水果的 比如说卖榴莲的 他们的生意可以那么好 主要不是靠门面 他们也是靠网络 所以我就 他们怎么弄的 然后就开始一个一个问 第一年的时候很惨 第一年的时候根本没有人在看我 也没有人在看我的店 也没有人在看我的产品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用那个网络网站 是把那个曝光力布得更高 然后后面才开始学 也刚好碰巧很多实际店面不能营业 马来西亚的很多刀子也不能进来 然后大家就开始从网络网络看到我 然后比如说Carrusel Soppy YouTube Facebook 都开始看到我的影像 看到我的产品 看到我的店面 所以大家都知道我有这个小小店 也知道有这个产品 然后大家开始跟我买 那个Carrusel 被申请批准可以送货的那一个月 我从一年的零到150支榴槤刀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懂 兴趣的话都是免费的 你第一次Po上去都是免费的 可是当你要Po第二个广告 第三个广告 第四个广告 他就要开始跟你收费 然后后面的时候 实际店面真的不能营业 所以我就很加心 再多的钱也投下去了 还好那个效果还不错 从那边也打响了更多的知名度 上网的话遇到的困难就是 我必须要找到很好的照片 我本身也要拍出很好的照片 放上网上才有很好的效果 如果拍的照片很不好看 还是不适应人的话 只能白费心机 浪费很多广告费 开始的时候照片是普普通通 角度也是普普通通 所以失败的很惨 所以得到教训了之后 都很努力的跟其他同业 跟同行还是不一样 领域的人学一学 上网之后最大的获益不是金钱 最大的获益是被大家看到的 大家也知道这个行业 后续还有人 因为这个行业已经是老行业了 已经很多老前辈已经不见了 现在生存的新加坡磨刀的师傅 不管是男的女的不到十个人 我就是其中一个 所以我希望我可以通过免费教人 有兴趣的可以欢迎来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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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